婚姻是幸福的 婚姻是彼此包容的浪花海洋 奢望生活的点滴 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的幸福 山高水长 我们去相守彼此 这就是家 但是如果出现了背叛 婚姻不能继续 只能离婚 直到下一段爱情 26岁那年 我和前夫结了婚 我们一起吃苦创业 从刚开始的一无所有 到后来拥有一个 50人规模的公司 靠自己的努力 买了房买了车 事业发展越来越顺利 但没想到 在那个时候 她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一直很相信她 也很爱她 但突然有一天 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上门 我才知道 她已经偷了半年之久 我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和她大闹了一场 最后离了婚 但是为了女儿 我们还是会每个月都见面 刚离婚那两年 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之后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又谈了一个男友 但我总担心 她看中的是我的钱 总担心她会对我女儿不好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 我不仅产生了心理阴影 还害怕别的男人碰我 拉拉手抱一下 勉强还能接受 但是她把手伸进我衣服的时候 我就一个劲地发抖 浑身冒汗 最后还给了她一巴掌 所以两人大概谈了一个月 就不再联系了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提过结婚的事 直到后来遇到了她 她是我刚毕业 还是实习助理 未拍 两人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多 也熟悉了 还互留了微信 有一段时间 晚上她经常找我聊天 有几次咨询完之后 还非要请我吃饭 一来二去的 两人更熟了 突然有一天 她当着很多人的面 跟我表白了 我当时就拒绝了她 但她一直 气而不舍地追我 那段时间的浪漫 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后来她说 不介意我离过婚 还带一个女儿 我想了很久 决定给她一个机会 35岁的时候 我俩结了婚 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 我就不说了 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 我也有了自己的家 她对我和女儿都很好 我才知道 美好的日子 才真正地开始了 但是一到晚上 之前的毛病又出来了 我们都是尝试身体的接触 都以失败告终 她说我不爱她 所以不能接受身体的接触 实际上 我很珍惜这段感情 珍惜这个家 怎么办 我想改掉我的毛病 但是心理的创伤 带给我的压力 真的一时改不掉 只能祈祷 祈祷她能理解我 也祈祷 我能够早日接受 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一个充满神奇的童话 江慧在婚姓盛开传奇 一路走来 经历了所谓的坎坷 见证众多的别离 流过伤心的泪水 失眠的夜晚 承受了众多的委屈 然而我们却长大了 海提时代的童真 青年时期的冲动 周年时期 我们终于等到了自己相爱一生的她 所以我们要珍惜 珍惜来自不易的家庭和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